贵妃为争夺皇上恩宠 每天24小时苦练舞蹈 不料却扭来扭去学得四不想 突然他心生一计 让上午的丫鬟蒙面替自己献舞 这样就能以曼妙的舞姿 吸引皇上夜夜前来 时隔半个月 皇上终于来到了贵妃的寝宫 却可把他嘚瑟坏了 急忙表示自己苦练多天 终于学会了霓裳与衣舞 皇上文言瞬间来了兴致 准备拭目以待 很快取声响起 丫鬟一袭白色语一蒙着面 替自家主子出来献舞 勾人的身姿 加上动人心魄的眼神 让皇上看得如痴如醉 不料义舞刚到高潮 丫鬟几个旋转跳跃 面纱不小心掉落下来 却让他下意识地无脸转身 可皇上的眼神像是粘到了他的身上 等看清丫鬟绝美的面袍 以及神情中的娇羞 皇上心中不由的一阵酥骂 急忙喝下一口凉茶消火 义舞结束 灵儿不动声色戴上面纱缓退去 皇上却还回味在其中 这时不知情的贵妃从一旁出来 得意地询问皇上自己跳得怎么样 皇上文言也不挑逃 满口的夸奖之词 这让贵妃开心的嘴角都快到朗根 委婉地让皇上多来自己这里 好啊 朕夜明都来 贵妃文言欣喜不语 殊不知自己早已为丫鬟做了嫁衣 这天皇上正在御花园闲逛 偶然看到了梅林中恶挪多姿的身影 瞬间被吸引 见少女如同花丛中的蝴蝶翩翩起舞 皇上也感觉自己如临仙境 看到对方不小心摔倒 皇上急忙上前将人扶起 这才看清眼前的女子 就是贵妃的丫鬟灵儿 好一曲 霓裳一碗 皇上说完便要将皇宫所有的吴谱 都送给灵儿 这样才不算浪费了她的才华 事后灵儿偷偷找到太妃 称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中 可皇上 还是日日上朝啊 太妃说完让灵儿再加把劲 一定要皇上迷恋上她 原来太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 不惜用重金搜罗天下的美女 企图让皇上耽误朝政 而经过重重的筛选 太妃最终选定了赤城黄绿青蓝子 七位骑女子 以及江南角色美女灵儿 恩威并是培养成了自己的心腹 并将她们分配到各位妃子的寝宫当丫鬟 听到皇上已经对灵儿产生了兴趣 太妃不禁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几日后的寿宴上 太妃殷勤地让新进宫的八名宫女 现武来助兴 皇上自然不会反对 称一切都由太妃做主 片刻后七位骑女子打头阵 如同天上的七仙女一般 整齐画衣的舞步让人为之赞叹 这让太妃露出满意的笑容 急忙看向一旁的皇上 谁知对方的心思压根不在这上 这时灵儿从中为武女中间缓缓献身 果然让皇上回了神 其他妃子健壮 不与儿童有了危机感 奈何贵妃试得铁憨憨 还在为灵儿试自己的丫鬟光荣 深夜皇上再次来到了贵妃的寝宫 这次灵儿也不再掩饰 光明正大的羡慕 只有傻贵妃躲在帘子后面 庆幸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却不想她不但提供了服装 还提供了场地 自己没捞到好处 反而让两人看对了眼 四日一早 皇上正坐在书房看作者 看到太监端来刚煮好的鸡汤 皇上立刻品尝了一口 滋味鲜美 瞬间让她回味无穷 一抬头发现来人竟是灵儿 怕皇上怪她自作主张 灵儿急忙跪地请罪 这可把皇上心疼坏 急忙将人扶起 一不小心看到了灵儿手臂上的伤痕 以为灵儿在后宫过得不好 皇上当即要为她做主 谁知灵儿却跪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每当想起皇上 灵儿就又振奔此地 一切相思之苦 求皇上恕罪 听到美人的告白 皇上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他没想到竟有女子如此迷恋自己 当即将人抱在怀中安慰 次日一早 毫不知情的贵妃还在跟着灵儿学悟 突然一到圣旨打得几人猝不及防 皇上竟要封灵儿为妃 见自己养出了白眼狼 贵妃气得就要当场发作 不料对方先一步跪地请罪 这让贵妃咬碎牙往肚子里吞 立刻呵斥灵儿离开自己的寝宫 等灵儿顺利封为妃位 太妃再次找到她 话里话外让灵儿抓紧行事 她虽然听说皇上独宠灵儿 但却没有耽误一天朝政 太妃便让灵儿下一计猛样 若是皇上还稳坐皇位 就拿她试问 这让灵儿心中一惊 急忙答应下来 这边几位妃子抱团取暖 他们相当皇上多年 竟还不如一个丫鬟上位的灵儿得宠 你我姐妹斗了十几年 最终还是全数 贤妃闻言让几位妃子看她一些 要怪就怪岁月催人老 只要皇上不专宠物博 那他们也不必在意 为了转移注意力 几位妃子便跟随太妃去花园赏花 殊不知这正中了太妃的奸进 几人一逛就是整一天 夜晚还被太妃拉去一同用晚膳 不料一杯酒刚下毒 三位妃子就倒在了桌子上不省人事 这让太妃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今儿晚上我要看着这三位女人 良辰美景 皇上可要多喝几杯 与此同时 皇上一连来到三位嫔妃的住处 都不见人影 最终只能再次去往凌儿的寝宫 一想到太妃的交代 凌儿当即建议让自己的七姐妹同爱 为皇上献舞 一时间屋内热闹纷繁 皇上更是看得眼花缭乱 毫无防备地喝下了凌儿加料的酒 沉醉在了美元箱 次日一早 三位妃子悠悠转醒 父与儿童觉得头疼欲裂 还没等他们细细回想 一转身就发现太妃还坐在屋中 妃子们见状急忙请罪 他们竟贪杯醉倒在了阵 实在是有诗体统 太妃文言也不在意 让他们玩得尽兴就好 等离开了秦宫 三位妃子开始有了怀疑 他们的酒量自己是清楚了 又怎会一杯就倒 察觉出其中定有阴谋 三位妃子当即回到自己的秦宫 可奇怪的是 除了那七位其女子固知所踪 其他并无异常 这时太监突然来报 大臣们已经在前朝等了三个时辰 都未见皇上的身影 这让贤妃大吃一惊 当即决定去灵儿的寝宫看看 不料刚进门 三位妃子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等将一屋子的人驱赶干净 三位妃子便让皇上前去上朝 谁知叫了半天也没反应 只能等太医前来诊治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如今皇上已经游进灯窟 需要卧床好声调理 看着还在昏迷的皇上 贵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看向灵儿的目光也像是加了火 此刻贵妃终于明白 他们都中了太妃的圈套 奈何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太妃得知此事得意起来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他立刻八百里加急 以自己病入高荒为由 将信送给远在边关的儿子 让他尽快赶回皇宫 这边皇上也察觉出 自己身体到了极限 不由地开始交代后事 自己逝世后便由太子登基 这是一个大臣提议 他认识一个宫外的道士 说不定给皇上看看就能转为为安 见大臣力见此人 皇上也觉得死马当活马医 不顾三位妃子的劝告 吃下了道士的药丸 经过了几个时辰的等待 皇上终于觉得有了精神 执意要和几个妃子吃顿家宴 自从他登基以来 就一心扑到博士上 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惬意了 兴致上来 皇上执意要为妃子们弹奏一曲 谁知一曲刚到一半 皇上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这让几位妃子大惊失色 急忙再次找来太医 与此同时 两位太监来到太子的寝宫 称自己奉了贵妃的命令 给太子送些被褥和吃食 查验过吃食并无不同 守卫便将两人放了进去 不料刚进门 太监就有准备地放倒了陪伍 将太子连扛带拽给弄出了寝宫 这边皇上还在昏迷当中 三个妃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无奈只能再为皇上服药 等三位阁佬来到寝宫 皇上也恰好清醒过来 虚弱地叮嘱他们 太子年又全靠阁佬多家辅祖 等屋内众人离开 皇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开始跟自己最喜爱的妃子们告别 自从选秀时 几位妃子就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是他没有做到丈夫的责任 见几位爱妃都是真心对待自己 皇上心中很是欣慰 但他却不能这么自私 大明的江山和未来天子 还要靠众位妃子扶持 皇上当即下令让他们好好活着 交代完一切 皇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让妃子们难以接受 悲痛到了极点 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 贵妃当即找到在冷宫的几个罪魁祸首 而灵儿早在做太妃的妻子时 就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坦然地面对着死亡 你想死得痛快 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 灵儿最终迎来了自己悲惨的结局 这边三皇子回宫拜见自己的母亲 不料对方尽一副康剑模样 这才知道母妃叫自己回宫 是为了谋权篡位 三皇子文言一脸的震惊 可太妃却让她趁着现在皇宫大乱 杀死太子早日登基 儿臣无论如何 也不会当这个皇帝的 逆子 太妃没料到自己的儿子竟会反驳自己 当即已断绝母子之情威胁他 可三皇子实在无心皇位 见自己母亲被自己弃的战都站不住 三皇子只好将计就计 立刻询问太子关押的位置 他要亲自取太子的姓母 以为儿子开了窍 太妃欣慰地告诉了他 深夜贵妃解决完灵儿 浑浑噩噩地回到寝宫 如今太子已失踪了两个时辰 虽然他们知道是太妃下的手 可若是大肆搜查就会打草惊蛇 正当众人为难之际 三皇子竟带着太子来到了寝宫 看着自己已经是去的皇兄 三皇子心如刀割 替兄长整理了衣衫后 便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头 随后他一把拉拨太子 让大臣们尽早办理太子登基的事 自己会贴身守护他的安全 一场闹剧终于结束 这边太妃等了一个晚上 都不见儿子的传信 听到外面壮中的声音 太妃急忙叫来太监询问 这才得知太子不但毫发无伤 还在今日举行了登基大典 这让太妃几乎崩溃 立刻宣自己的儿子觐见 谁知太监却递给他一封信件 原来三皇子不愿做出不忠不孝的事情 便在辅佐太子上位后 再次回到了边关助手 见自己的儿子临阵倒戈 太妃一时间难以接受 还不等他想好退了 这时太监前来宣旨 经大理寺的调查 太妃涉嫌谋害皇上意图篡位 盼终生监禁冷宫 看来报应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